2010才刚刚过 我们要对你们来看 有些网友就特别集结了 2010年的新闻热门讨论人物 选出了所谓的台湾五霸哦 这五霸包括哪些人呢 像是新台湾五霸 立委余天 而儿子余祥全 其实高居第一名 因为他从2005年 就开始新闻一段 还有艺人陈凯伦的儿子 瑞宝贝也榜上有名 而在五霸当中称王的 就是平安夜当中 阻挡救护车的博士生钟直肖 那么网友指出 其中为什么他们会变成霸王呢 因为其中四霸都有老霸在重要 我们前面让他停掉了 我走不了了 参加选秀节目 遭到包小伯 包小松毒舌痛批 原本就很想当歌手的余祥全 受不了打击 一度精神崩溃 之后更传出因为停车纠纷 遭到六巡老翁殴打 还利用特权违规停车的负面新闻 每一次都有立委老爸 于天在后面擦屁股 于向全正义崩溃 也被网友讥讽他有练崩溃权 也被网友点名是 2010年新台湾舞霸的东权 毅然陈凯伦的儿子瑞宝贝 因为在南区称霸被封为南瑞 就读高中被竹联邦吸收 因为涉及校园迁堵 暴力讨债的案件遭到收押 也被网友点名是新台湾舞霸之一 李瑶的儿子李勘放弃台大 就读北大 高中毕业就出书 嫌弃台湾教育水准不佳 言辞辛辣 还有爸爸的影子 但是也有网友爆料 他在台湾的表现没有特别突出 讲话口气这么大 也被网友封为北勘 而成完新台湾舞霸之首的 莫过于在平安夜 恶意阻挡救护车 还比终止的台大博士生 钟直销 那那位小姐 那位老师已经在救护车上 做错事不肯承认 爸爸还打到空硬节目固短 引发群情激愤 2010年的社会事件回顾 网友选出东泉西炉 南瑞北刊中止销 其中这四霸都有爸爸撑腰 顺口好记的封号 加上戏虐的惠图 也在网路上印发讨论